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后女主回来后精神很是颓废 男主只能以鬼魂的形式在旁边默默看着 看着女主吃饭喝水 看着女主最后上床睡去 之后男主每天都是这样 在一旁看着女主 早晨看着女主出门 自己就在沙发上坐着 等待着女主回来 一段时间后 一天男主依然呆呆地坐着等着女主回来 但是等女主回来后 他却发现女主已经有了新的朋友 男主很伤心 于是把书架上的书碰到地上 来给女主暗示 女主发现了男主以前给他创作的歌曲 然后戴着耳机听着歌陷入了回忆 女主最终决定要搬出去了 他在离开前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把他叠起来藏到了墙方里 男主没有离开 他想要看看纸上写着什么 但是当他刚准备去拿纸片的时候 新的住户就来了 无奈的他只能放弃 在房子里看着新住户等待时机 但新住户一家人生活得很好 最后他就自己出手 吓到了他们一家人 他们以为房里有鬼 因为害怕就搬走了 男主就又去拿纸片 但又是还没拿出来 有新住户住了进来 还在家里开派对 无奈男主就又出手 吓走了他们 男主又去强风拿纸片 这次好不容易纸片拿出来了一半 但是铲车就来到这里把房子拆了 男主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茫然失措 接着这里修起了高楼大厦 建起了办公大楼 男主在里面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不知何去何从 他走到了楼顶 从大厦上面跳了下去 但是男主反而穿越到了以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时代 男主一直茫然地看着一切 看着以前的人们生存 争斗到死亡 看着尸体干枯风化 直到时间来到他和女主搬进新家的第一天 然后看着以前两人生活中的甜蜜和争吵 再到自己死亡和女主藏纸条搬离这里 这次男主终于奋力抠出女主离开时藏在墙里的字条 他打开纸皮看到上面写的后便立马消失了 或许是想通了 或许是放下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节奏比较慢的电影 但它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每个人站在鬼魂的角度 却审视我们的生活 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止胜老病死 也不能让时间静止 但唯有爱可以永恒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